同仁,陳主委,還有各位副主委,各位練習官員,大家午安 那麼主席,我請陳主委 好,有請陳主委 陳委員好,主委好 那麼主委,剛剛王委員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的一個癥結 事實上兩岸的這些農業的一個正常的一個貿易行為 我們是期待以後是一個非常正常的,常態性的一個貿易行為 我們農產品呢,如果銷到中國大陸去的話呢 是用平常就有,很常態的這樣子,很正常的一個 這個也是我們國家總社做的意義 但是呢,剛剛王委員提出來就是說 大陸的心態呢,就是說 我要等你,台灣你的農產品發生自銷的時候 有問題的時候我才伸出手來去給你買一點 這個就是變態性的 不不不 這個是用政治性的 統戰性的這樣一個做法 所以這個是我們是不能允許的 跟委員報告,這個陳主任講的 我沒有看了,我也不便去解讀了 但是事實上,他公交總社來 我知道,他是簽很長的合約啊,我也跟他們談過 我也跟他們談過 所以他那個是正常的 我們是透過他一個大的同路上跟他建立正常的合約 那同樣的請求我要請教主委 我要請教主委 那麼我們到目前呢 我們國人到大陸去啊 去設點也好 或者是做其他的行銷呢 那麼為什麼去十個人 大概八個人都失敗 為什麼沒有辦法把我們台灣的水果農產品呢 到中國大陸去啊,去賣得很好 幾乎我所了解的 去那邊賣水果 賣我們農產品的呢 去十個陪八個回來 是什麼原因 各位報告通路啦 所以他接觸的通路啊 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也有人做生意啊 被倒掉的也有啦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策略只有兩個 大陸的策略只有兩個 第一 跟大陸大通路商建立合作管道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打我們的品牌形象 這是我們兩大戰爭 但是我們現在品牌呢 台灣的品牌呢 照中國大陸去呢 給人家認定 台灣的這個農產品呢 就是很貴 那事實上呢 在我們國內 我們農民也沒有得到那麼好的好處 也沒有說 這個得到的價錢 像中國大陸 這個市場去銷售的價錢的 甚至沒有他們的三成四成這樣子 但是人家把我們台灣的農產品呢 拿到中國大陸去的時候 像蓮污啊 蓮污一公斤呢 要賣到說兩千多塊 以後人家一聽到台灣的這個這個蓮污的時候 連摸都不敢摸啊 所以我們台灣的形象呢 農產品的形象呢 就到中國大陸去 就這樣子被破壞掉了 所以慢慢的 假如這個問題沒有去解決的話呢 慢慢的以後連台灣的農產品呢 到中國大陸去 連問都不會去問了 所以這個 價錢貴得離譜嘛 這個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跟大通路商建立 提出來給主委 提醒一下 是不是將來我們農委會呢 也要協助啊 我們國內的一些 這個團體呢 假如到中國大陸去行銷我們的農產品的時候呢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是 那麼另外呢 就是在八八水災的時候 我們農委會啊 那麼非常具體 非常激奇的 做了很多的一些協助農民啊 那麼災後重建了這些工作 那麼甚至呢 也提拨了大概三十幾億啊 去做啊 這個天然災害的這個啊 重建 付救的這樣子一個 低利的這個貸款 但是呢這次呢 3月4號 3月4號啊 這個地震的時候啊 可能是媒體啊 沒有去把它 這個現實的這個災情啊 把它報導 所以就不會引起社會各界的一個重視 那事實上呢 這次啊 這個地震呢 我們總共呢 大概也有上百戶的這個民房 被震垮了 全島的 全島的大概也有六七十戶 那現在 你半島的話也不堪使用了嘛 所以幾乎這個部分呢 大概有一百多戶啊 那一百多戶裡面呢 其中有很多啊 幾乎都是我們的農民 那有很多沒有能力啊 去把它重新整建 那現在呢 我們縣政府的一個辦法 就是說你房屋政法啦 給你一戶呢 去協助的話 善後的處理 或者是重建的話 一戶以人口數啊 來算 就是一個人三萬塊 一戶不得超過 五個人 就是一戶不得超過十五萬 十五萬 我請教主委 怎麼去把房子重新蓋起來 鐵皮屋 蓋個鐵皮屋啊 要幾十萬啊 所以這個部分呢 是不是我們農委會呢 也能夠緊急的來看看 運用什麼一個方式呢 來給這一些房屋 震垮的這一些我們的農民啊 朋友呢 給他看看無錫貸款 或者是用其他的補助的方式 主委您覺得呢 各位報告 房屋的部分呢 是不是我來跟江部長 念這部來商量 是 那 農產品的部分 包括 包括楊桃啊 對 也損失很多 那我們馬上啊 就是說用專案救助 來幫忙 謝謝 好 這個部分就拜託主委了 那今天主委呢 在業務報告的時候呢 我沒有想到說 你會這麼細膩到說 連這個 農業用藥這個部分呢 也把你當作是一個 業務的一個重點報告這樣子 是因為對消費者的健康 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很多農民呢 它反映了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 我們農業的 農藥的 這個用藥的一個標準 沒有辦法去給他們做出一個 很合理的 而且很簡明的這樣的一個標準 讓他們能夠很適應 像剛剛主委您講過 比如說同樣一種藥 它可以殺很多的 殺死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病蟲害啊 但是呢 因為它不屬於 某一種蔬果類的 推薦的這個藥品 所以呢 農民呢認為說 我只要能夠殺死這個病蟲害的話 比如說一打安 我可以殺死 很多種那個病蟲害的話 我就不會管說 比如說我噴 這個這個 茄子噴完了以後 我還剩下一點 那這個東西呢 噴在高麗菜上 同樣的蟲 也可以殺死的話 我就把它去噴高麗菜 結果你們在高麗菜上面 檢驗出來說 有這樣子一個藥物的一個殘留 雖然是很低微 但是你們也把它划 它就不得使用 對 所以你現在推薦的那個那個種類啊 很煩 噢 比如說我要請教主委 你像大醬果類 小醬果類 噢 那又有瓜果類 又有果菜類 主委你知道嗎 知道 大醬果菜有哪行動 你不會曉得吧 小醬果菜有哪行動 你也不會曉得嘛 對不對 不可能嘛 但是呢 農民呢 真的也是一樣 連農民自己在工作的人 他也沒有辦法去 對 跟我報告 這就是剛才我在這個 業務報告的時候 我說我們分類管理 對 所以你現在有公佈一個群組化的 對 對 這樣子可以 但是呢 就是這個群組化的 你這個標準公佈了以後呢 還是發生類似我現在講的這個問題 所以是不是呢 我們可以呢 再來去研究探討一下 能不能把它簡化一點 然後延伸用途這個範圍這個部分呢 能不能給它做一個明確一點 對 我們定一個標準出來 讓農民很簡單的 要明確 很容易的 就可以去 去那個了解 好 謝謝 好 那另外呢 就是 剛剛有同仁提到說 ECFA來了以後 有28萬的農民呢 就將近要失業 當然主委說你延伸的不對了 但是事實上呢 現在ECFA還沒有簽訂啊 我們就很多農民就要失業了 我們現在呢 林務局呢 鼓勵大量的這個去造林 但是造林呢 沒有那麼多的土地啊 就用台糖的土地啊 租用台糖的土地嘛 租用台糖的土地嘛 台糖土地給你林務局去租了以後呢 現在在台糖土地上生產農作物的這些農民呢 陳租戶內 他沒有事情可以做了 沒有土地可以耕了 所以就失業了 所以這個政策是不是對還是錯了 我們是不是有延伸了這樣的一個空間啊 對 剛剛跟委員報告 基本上 假如說台糖的土地它已經在這個 陳租給農民 而且是有規劃的 有計劃的 那我們不去跟農民搶地了 這個 那我們盡量利用一些比較邊際的土地 來造林 但是現在幾乎啊 我農民很多給我反應啊 現在很多農民呢 就沒有辦法 台糖沒有辦法租給他們土地的一個原因 就是說林務局要租啦 就是 要租給林務局啦 所以這個 原來這些土地呢 都是他們在耕作的土地啊 這個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事實上跟台糖要的地啊 我們 像我們的有機 推動有機 我們每一個縣市 要做一個有機的專業區 這個地也是跟台糖拿 但是這個地不是給農民用 我們也是給農民 來生產有機的 那你這樣子講的話 又又又又另外使另外一批的農民又失業 你現在呢 我知道現在有機的 像燕草的 原來在種那個西瓜呢 在瓜果類的 那現在呢 你們透過縣政府呢 說要推動有機的這個 這個農作物 那你要生產有機農作物的話呢 你去給它 縣政府給台糖 把這一些 老百姓原來租用的這個土地呢 把它收回來啦 然後去做有機的 那變成原來在種的人呢 他又失業了 欸 你要做有機的話 你的土地還是從台糖裡面進來 台糖原來的土地啊 已經有人在用的嘛 所以我們要去避免啊 不要說 為了推動另外一種業務呢 而去犧牲掉 原來在耕作的這一群農民朋友 那這一群農民啊 我們也希望他能夠升級嘛 不是 不是 升級啊 那從原來 不是他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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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我們在業務推動的時候 一定要去注意到這個問題 你不要說 要輔導新的 去殺救的 哦 那這樣就得怎麼辦呢 哦 還有那個林務局 那個原局長也要拜託你一下啦 這個 公寮 公寮的認定啊 我知道你們現在大量的 在取締這個部分 但是這個呢 也要 怪我們過去 舊的 人家 40年 50年 哦 你9年 翻一支約 過去三四次 翻約的時候 這公寮都沒有問題 就只有這一次 翻約的時候 公寮有問題了 這個問題就是 哦 我 追溯回來 就是我們過去 哦 我們管理 是不是 有問題 但是你過去已經 緣繫下來 存在了這些公寮啊 那麼 你就不能 啊 用太嚴苛的一個標準啊 去要求這些 啊 這個農民啊 去做這個部分 哦 改動 要讓人方便的 所在的 哦 盡量 不要太嚴苛 好不好 哦 柯證的話 會把那個那個那個 老百姓都害死啊 哦 我特別拜託了 哦 謝謝